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小安 你是爸头像 跟你招招手 刚才看到这个台湾 宝藏 台湾宝藏的地图 我放在这边 因为我拔了 我把这个川门打开 你也是爸二乡 跟你招招手 提早直播十分钟 就是让大家能够进来 我告诉你 我昨晚睡得真的是很糟糕 谢谢你说我支持韩国瑜 我说我昨天睡得很不好 因为昨天整个晚会 造势晚会 我看了几个小时之后 我在短短的十五分钟里面开直播的时候 讲了大概一个小时 结果明明要按结束的 明明要按保存的 我记得我有按保存 只是按结束怎么会删掉呢 结果就真的删掉 昨晚的直播删掉了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 就不存在 脸书也没有办法下载到YouTube 好心疼啊 还有网友说我昨天讲得很精彩 怎么办 我希望我今天晚上继续精彩 请你们给我鼓励 我真的是难过死 我昨晚不会睡 你知道吗 我想尽方法 想尽办法 然后把我的电脑重新的 我一度看到 但是没有办法转载 听到我自己讲话 但是我要跟他说 sayonara bye bye 但是我今天尝试把昨天的记忆 还好我昨天 我今天早上又看多两次 当然我主要是变成看韩国瑜的 韩国瑜总统候选人 40分钟的那个演讲的部分 我看了两次 那前面整个晚会我没有办法看 因为我要办公啊 我就上班啊 我利用休息的时间再看多一两次 当然 就是找那些精彩的 韩国瑜精彩的演讲的部分 然后今天想办法做一些评论 那今天有多少人来 到这个张大哥的直播呢 我真的也不乐观了 星期一哦 Monday Blue 每个人都很 很 很什么 很累嘛 上班 哦 但是我 谢谢哦 我还看到你们都进来哦 蔡欣 谢谢你 Janet Wu 谢谢你 王晶晶 王晶晶 晶晶 晶晶还是晶晶 谢谢你 张竹满 谢谢你 啊 你们都跟我 我都跟你们招手 你们都已经进来直播室 希望你们继续的保留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 如果你看到张大哥的直播是YouTube的影片 请你订阅 哦 多多支持我的直播 谢谢 啊 Lang H-H-Y-H-H-L-I-A-N-G L-I-A-N-G 对吗 谢谢你跟你招招手 林婉真 谢谢你跟你招招手 哦 这些网友好像都非常的 对不起啊 我 我欢迎你们的好像是我 我很少看到你们什么 还是你们有我没有注意到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咯 我的影片就这样被 自己 谋杀了 啊 那我今天情况其实不好 我伤风嘛 那我现在提早 只是让网友们能够进来 啊 我希望我今天讲完的这一个呢 啊 喜明祥谢谢你 昨天晚上真的是 Gone Finish 没有了 Destroy Deleted Delete 被Delete了 我的手明明按 存 结果去删 哎呀 全功尽费 所以今天要重新再讲 但是今天讲 你们单单看我的题目就知道 今天比较不一样 对不对 啊 晚上好 张大哥晚上好 是谁跟我张大哥 啊 佳佩 你好你好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请问 啊这个很重要 啊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我在 重播昨天 韩 国瑜总统候选人 精彩的片段 大概是2分03秒 之后呢 我们就 开讲 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 你没关系 我有关系 我整晚不会睡啊 我现在好累啊 但是我一定要整晚啊 对不起啊 明昌跟你开玩笑 谢谢你 你一直对我很好 一直说没有关系 蔡月亭 谢谢你 白元丽 谢谢你 秋莲 谢谢你 听得到好 声音很好 very good 影像突突突突 没办法 张大哥还在研究要买什么手机 哦 我不会买华为 我不会买 Op Op 我想买回三星牌 哦 所以我不知道买什么手机 好 我让大家看这个影片 就是韩国瑜 最精彩的部分 但是我们还可以等多一下啦 你们不介意 因为现在2点 我什么2点 你看我已经睡不够了 整个人已经blahblah这样 7点 我们这边是7点28分 不知道你们 时间是不是这样 我再看我的 好 不然我们先看这一个 这个也是 我觉得 昨天晚上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啦 好 不过这个就 我看要 这样看 哎呦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 OK 哈喽 哈喽 看到了哈 不要看 等一下 还没有 等他讲先 李四川副市长昨天的演讲也是非常的精彩 哦 李四川副市长 给我的感觉 他好像是韩国的 韩国瑜在高雄市长的接班人 欢迎我们最爱带到我们的四川副市长 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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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什么 一直着瞎着瞎整晚都着瞎 佩服啊 要整晚着瞎都不容易的呢 哇 哇 八个月十四天啊 他都 记得每一天多少天离开新北 这么样的支持我 这么支持的韩市长 我要在这里深深的一起说 感谢你们 哦 他是很忠心哦 还是有提到韩市长 最爱好 点滴在心头 我要感谢 我的老东家 何市长 虽然你今天没来 但是 东湾所有的团队 希望 这好 的 感受 这些帮忙 哦 这里也在跟侯市长说 抱歉哦 张大哥曾经 口出二言 但是侯市长真的有帮忙 你说 对 对 店里 十一家十五 我 和主持長 参加最后一天 等一等 我换一个皮箱 坐高鐵 勒高雄 没有拿三百万吧 哈哈哈哈 不叫三八吧 笑死人啊 幽默 够酸啊 哇 背高的十四缸啊 记得这么清楚 记得这么清楚 哇 我已经六十块了 白飙四十几年了 哎 张大哥六十一岁 耶 哈哈哈哈 张大哥六十一岁 我的老高雄八票 大家说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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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 一堆人高雄 的名字代表 八卦高雄来的同情 我也要继续 感谢你们大家 来参加这些生意 哇 这个李四川的演讲 真的是好像一 一盘那个 前菜非常好的 整个宴会的前菜 替韩国鱼铺路 哈哈哈哈 每天都在加薄油 真的是超幽默的 今天在这里 市民跟我说 高雄阿母王东西 他不知道 如果可以 铺我这边 哈哈哈哈 你说对不对 对 我这天 我那天 找一台了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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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著我快跟我爛爛 跟我說 吳智柳今天絕對沒要幫你收錢 我說不行 是怎麼沒要幫我收錢 他跟我說以前 的家人車不是塞派的 是鎮派的 哈哈哈哈哈哈 路夠平所以 計程車司機趕急喔 我跟安智柳繼續努力 給高雄市一條平淡安全的路 大家說好不好 好 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 過到這裡 他說他那講腿從來沒有拿個麥克風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的主角還是韓市長 李四川我真的沒有想到他 老是人喔 熟人耶 你看他在台上呢 哇簡直是大將之風 那幾十年的行政官的經歷 幾十年做副 不是幾十年 我不知道他做很久的副市長好不好 所以他在朱立倫市長的手下 學習許多 高老要還鄉 現在 在他 回到 南部 家鄉地的時候 他 覆起了韓國瑜副市長的工作 哇他真的替 韓國瑜的市政打很多 打了很多高分數 對不對 路也平了 淤泥也挖了 所以呢 很有感覺 很有 感受 大家都 高雄市民 對他真的是 好 好評 那希望 如果韓市長 如果韓市長 或者是我不知道是誰 如果韓市長 當總統 誰決定 這個高雄 市長的選舉 的候選人 我相信 李四川是一個非常的熱門人選 對不對 對的話你們按讚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高雄人 沒有人按讚啊 而且沒有人聽我講 不要緊 到時你按讚就可以了 好 我看看 大家 這些 網友們寫了什麼 很多人進來看 我沒有辦法一一的招手 我看到 哇 好多人 謝謝你 OK 加配之後 看到玉星 謝謝你 方雪 謝謝你 齐君 謝謝你 我念錯你的名字就不好意思 張大哥好 方雪你好 趙明川 謝謝你 齐君 張大哥晚上好 晚上好 Coco 謝謝你 謝謝你 跟你招手 晚安晚安 蔡振都 謝謝你 Coco你說什麼呢 四川博是個好人 哦 好人 善人 而且是老實人 就是不知道他真的如果能夠做候選人 能不能夠經得起這些考驗 但是我相信他如果做高雄的市長 絕對是一個有本事的好市長 那我覺得韓國瑜也不必擔心 真的後繼有人 如果 其實也不要講如果 當韓國瑜當了總統之後 不要講如果嘛 當 當韓國瑜當了 當韓國瑜做了總統之後 李四川是一個很好的候選人 哦你們 贊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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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謝謝 一村一村謝謝你 昨天太感動了 好慢慢來 一村唯一吃吃韓國瑜謝謝你 蒙田謝謝你 哇蠻多人哦 招手招手 現在我要跟你們看 等一下啊 昨天我在現場 那個場面真的很感動 每次參加一次造勢活動 只有感動在感動 Coco加油加油 張大哥沒有辦法到現場 但是跟你們一起感動 感動到最後我 講完 講完我的這個直播 我竟然按刪掉 結束了 Over了 要回去休息了 結果整個影片不見 現在重新再講 但是我覺得還好啊 我今天還是很 很活躍 我雖然昨晚睡得不好 整個人到現在很疲倦 但是我也很感動 我到現在還很感動 昨天我在現場 已經念過已經念過 再看一下 張大哥加油 唯一支持韓國瑜 呀 吳元根 我跟你一樣 我們都加油 小蘭小蘭 謝謝你 跟你招招手 烏力干 謝謝你的 讚讚讚烏力干 謝謝你跟你招手 明祥 明祥你又回來了 跟你招手 祥明王祥明 對不起 祥明祥明 昨天太感動了 雪芳 梁王 謝謝你 都舉出手 好 我們現在就給你們看 這個昨天精彩 我認為最精彩 第七最苦民所苦 最能夠讓大家看得出韓國瑜的戰鬥力 最有正能量的韓國瑜 昨天的表現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今天穿白色的襯衫 好帥啊 因為 在我的家鄉新北 要被抹黑的太嚴重 所以你越黑 我就穿的越白 面對外界平平抹黑 韓國瑜換掉招牌 藍襯衫 不忍了 所有的黑韓產業 幾萬人 用火車都拉不完 用高鐵都拉不完 我四個字 放馬過來 再加四個字 英北彈利 講著講著 還講到金庸小說 《陸頂記》中的一段對話 我要不是說 你說說看嘛 你說了以後心情就好了 康義皇帝說 說什麼話 我要不要叫他 他奶奶的 所有的抹黑的新聞 還會亂七八糟的 大家學一下 康熙皇帝那句話什麼 康熙皇帝 韓國瑜接地去的談話 全場笑翻 抬頭看一下 問一下嫦娥 請問你支持台獨嗎 不支持 麻煩大家到廟裡拜 關公媽祖的時候 一定要問一下 關公媽祖 請問你贊成 斬斷中華文化 支持台獨嗎 不支持 我們是瘋了嗎 中華文化淵遠流長 是我們生命的根 輕鬆完也有淚水 聽到韓國瑜的憂心 和台下支持者的熱情 李嘉芬在一旁 眼泛淚光 紅了鼻頭 我看柯文哲問蔡英文 什麼叫台灣價值 講了高來高去 其實一句話就講完 自由民主就是我們最高最高的台灣價值 但是香港反送中 看到香港人在流血 結果民進黨的蔡英文選舉 香港人流血 蔡英文在補血 韓國瑜這一頁金劇齊發 凝聚了支持者的心 要當國民黨最強母雞 麗拼2020 謝謝新北市送後報道 很精彩對不對 韓國瑜 非常幽默 激昂 有力量 有戰鬥力 挑戰 接受挑戰 不畏強權 不畏抹黑 哇 這是 從六都選舉 一直到今天 我覺得韓國瑜這一次的演講 真的讓大家感動 非常的激昂 非常的大快人心 其實韓粉也真的憋了太久 包括張大哥也受不了了 有一度不想直播 你明白嗎 我不是有說過了 在前面的時候 我說我真的不想直播了 為什麼台灣的政治可以搞到這樣 太噁心了 把我們敬仰的人 每天人格 都會被採滅 哇 這個好像那個Derminator這樣 一直追殺 追殺 你們如果有看Derminator 華文 你們的華文 給你名稱是什麼 Derminator1234這樣 那些機器人就是整天追殺 追殺 韓國瑜就是整天追殺 聽說今天早上也追殺 又講 加分解不是韓國瑜的原配 欸有時候我在想喔 這個很重要嗎 你選總統呢 總統什麼都 我要 欸美國總統有些出身 有一個這個 Ronald Reagan 美國的Ronald Reagan 是Cowboy來的 是電影明星來的 他早年也是 生活做明星你都知道 後來他 他娶了他的太太就非常恩愛 一直到他離開的時候 他太太 哇他們是相敬如賓的 每個總統都有後續 都有過去的一面嘛 你現在到底做什麼 每天抹 今天早上也抹 然後韓國瑜今天早上說 哇真的喔起來喔 他跑去 因為那些記者以為他一定是睡不起來 所以他們就等他遲到 結果他很早就到一間 燒餅油條店 就吃燒餅油條 然後他很幽默的說 哇他今天出門的說 不懂是要先左腳處還是右腳處 因為他左腳處也會被人家痠 右腳處也會被人家抹黑 真的是到了真的是這個地步 沒有別的東西嗎 韓國瑜已經說了對手 不管你對手是誰 提出你們的證件 那韓國瑜昨天的證件 我們真的很清楚 很清楚他的四大理念對不對 哇張大哥都可以背出來了 但是我還是看稿比較好 第一 全力捍衛中華民國 張大哥有講啊 張大哥曾經講 台灣人 記住 你支持韓國瑜最大的一個動力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的國旗 能夠繼續在寶島飛揚 我一直講 然後我也很痛心的說 台灣人為什麼看到國旗 再度飛揚感到高興感到感動呢 這是沒有道理的 在自己的國土上 如果你在世界的那種競技場上 運動場上你看到中華民國的國旗 你們的選手拿到冠軍 世界冠軍 打起中華民國國旗 很開心 因為你們在奧運會 不可以拿國旗 只可以拿私運的旗 那個別的比賽 可以拿中華民國的國旗 你們很開心 台灣的國旗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就是1911年孫中山 建國建黨的所有的那個國旗 是不是 但是 今天還好韓國瑜在去年已經 六都選舉做了市長 所以這個國旗就高高的舉起 現在不但國旗飛揚在 世界各地也飛揚在自己的 飄揚在自己的島國上 也不要緊還穿在身上 也不要緊還弄成筆 弄成一切的紀念品 都有中華民國的國旗 張大哥尊重 所有自由民主國家的國旗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有些國旗是有一點邪惡 今天不在我的討論範圍內 中華民國國旗全力捍衛中華民國 第二 熱愛中華文化 中華民文化很重要 你懂新加坡 有一個展覽館是紀念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侵華侵略新加坡 新馬的這個歷史的 記載的一個展覽館 這個他們頭卡派 竟然把這個展覽館叫做招覽館 單單招覽館兩個字 我們新加坡人都受不了 動不了 就批到他們最後道歉 換回名字 明白嗎 那個展覽館 本來名字叫做 Forswagon的車廠 什麼 總之不是招覽館就對了 所以你去想 鄭成功竟然是外國人 去中國化 唉 那中秋節不要慶祝中秋了 中國文化嘛 嫦娥無鋼 那個兔子 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啊 不管是神話也好 不管是歷史也好 不管是文學也好 都是中華文化嘛 所以韓國瑜說 要熱愛中華文化是對的 第三 堅持自由民主 張大哥很羨慕台灣 你們已經兩次政黨輪替 也再次證明你們政黨輪替都順利 你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千萬不要 就算 當年兩力子彈 那個 結果是非常讓人家不愉快 但是呢 國民黨還是 泱泱大黨 還是吞下去口氣 當然過程當中不是很爽啦 但是沒有 沒有 沒有說 不讓那個總統上繼續的執政 那個總統啊 就是陳水扁 所以你們是自由民主的國家 每個人都有神聖的一票 那我看到邀兵寫 探奶奶的 誒你罵我啊 我知道 堅持自由民主 第三 第四 第四 第四我是覺得最好 這是總統裡面大家都說 都要做的 但是 我們 看到韓國瑜做到 他在市長的時候 在分內的時候已經做到 就是 莫忘世上苦人多 他不是做了市長之後 就把他競選的 所有的那個支票開了 就沒有兌現 有的 所以他在 昨天晚上也說 他叫嘉芬姐去照 去 去關懷那些弱勢 非常弱勢 非常 那些 單親媽媽 那些 毒寶寶 那些 中之障的那些家庭 台灣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病患 這麼多人需要人家照顧 所以 如果他做了總統 我想這一塊 他絕對是 比那個人說 台灣人是我心 心頭裡面最軟的一塊肉 還是一塊骨頭啊 講沒有用 韓國瑜做到 他自己沒有辦法做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他的太太 將來就是總統夫人嘉芬姐 這一塊是一定會做的 讓人家 滿意的 所以四個理念 已經在第一場的造勢晚會 第一棒裡面我說的 我形容這是四個棒 第一棒就在九月裡面 整個月的造勢就是第一棒 這個第一棒的 第一棒的第一場 都這麼精彩 然後已經把四個理念 講出來 這就是政策啊 這個是價值觀的政策 這個是道德價值觀 這個是精神價值觀 這個是人格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人性的價值觀 這是台灣人寶貴的價值觀 如果你們不選韓國瑜 你們要選什麼 那個國家 中華民國台灣 台灣中華民國 開心 不忘了 不忘我張大哥 從去年到現在一直頂韓國瑜 沒有一次讓我失望 但是今天 昨天不是今天 昨晚的造勢活動 也真的 人山人海 這個是豬豬血形容的 對不對 什麼叫人山人海 我告訴你 其中有一段影片 說韓國瑜 吳主席跟馬英九 前總統在後台 大概是要等著出台的時候 出去的時候 就是馬英九已經講完 所以今天又被炒作說 馬英九被虚 對啦被虚是不好 應該道歉 但是跟主辦者沒有關係 是因為我 我作為一個盤光者 我作為一個常常出席這些 機會的 因為主角是韓國瑜嘛 馬英九你的演講是很好 大概是適合在那種講座 不適合在這種露天大型的 所以你把整個節奏弄到 大家很bought了 很累 然後韓國瑜已經聽到 人家已經知道韓國瑜進場 大家應該要把那個氣勢 造起來的時候 你還在講數據 然後還有一點 你一直講蔡英文跟你的比較 不是嘛 你講到你多好都沒有用啊 就是你是敗在蔡英文的手上啊 所以你可以提那些數據 但是簡化嘛 你不要把那個演講講得這麼長 除非你的時間是安排在前面 好像林鎮 林鎮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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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前縣長 他也講得很好 他五點都很好 他認為 他在讓我覺得很感動 他說 他認為韓國瑜就是在去年六都選舉的時候 一人就全黨 這種就是懂得知恩圖報 看到國民島在他有生之年 可能已經要亡黨的 不要說亡國 先亡黨先 然後看到韓國瑜出來真的是 一人就 就全黨 他講 而且他能夠說韓國瑜能夠 贏了這個高雄市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前縣長是講得很好 那馬英九因為安排到後面 然後前面時間又拉得太長 那韓國瑜不進來又不行 那大家等了好多個小時 當然是要聽韓國瑜演講 我記得有一次在第一次的鳳山的那時候 是鳳山是嗎 三三招式的鳳山 就是韓國瑜進場結果講沒有20分鐘25分鐘 我是覺得很可惜 昨天就講得非常好 前面中間後面都非常的精彩 那四個四大的理念是中間的部分 前面也有講了很多 那後面是更精彩 張大哥不得不分享 今天我的題目也跟這個有關係 大家看到我的題目 等一下我去找我的題目 我說 908 川雲見 908 川雲見聲響三重 35萬大軍成功造勢 韓國瑜問候黑手爛嘴 張大哥不可以講 但是我還是請excuse我講一次 他奶奶的 有一個得的 林北丹日 講得很開心 請原諒我講這樣的話 張大哥通常是不能夠講出這些話 我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我每次都是用叉叉叉叉叉叉叉 來表示 但是我還是真的很想再講一次 他奶奶的 林北丹日 這種話是因為寄了多麼久 每一個人都摸他 摸黑他 包括那些收黑錢的名嘴 這是韓國瑜講的 那名嘴有沒有收錢呢 大家心知肚明 張大哥不是18歲的小孩子 張大哥已經61歲 跟韓國瑜大概大我一點點 我們經過的人生 看不出你講話背後的那個 的那個帶風向嗎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企圖是什麼 都懂 如果是 應該得的 通告費 應該得的 講員費 應該得的 什麼費 應該得的 OK 如果拿了那個費用 是要替人家抹黑別人的 那就是真的是不公益 小心啊 這些錢用了都會 買東西吃都會肚子痛 是不是 所以 最興奮的就是韓國瑜 用偽小寶的這件事情 因為皇帝不開心 皇帝被這些人弄得很不開心 偽小寶竟然 建議 因為偽小寶是俗名 而且是非常俗到不能夠 俗的 就是他媽媽是開妓院的 所以他就跟皇帝講 我叫你講一些 我媽媽比如說不高興的時候 他就會講這些話 你要不要講 皇帝說我是皇帝啊 那時候我一招抱 你才來看你就講啦 他奶奶的 皇帝講的時候好爽 一股厭氣 就是發泄出來 今天早上還有記者問韓國瑜 你昨天會不會是激烈了一點 什麼叫激烈了一點 他被抹被 被抹被黑了這麼久 全家差不多已經全部抹到完了 包括他說他是跳樓自殺的 死了很慘 死狀非常卑劣 嘉芬姐非常難過 你還有什麼好抹 講嘉芬姐過一個男人公男的食指相扣 就算食指相扣那個是老伯伯 當時的情形是什麼 莫名其妙已經被抹到這樣 然後講出這樣的話 你會說 你昨天晚上會不會太激烈 當然今天肯定很多人抹韓國瑜的 說他是總統的格局 做一個總統的 那些名嘴還是繼續會爛的 會繼續黑的 因為錢拿了不可以不講 錢拿了一定要講 張大哥沒拿錢 張大哥是講坦白話 你們喜歡我講 我下載到YouTube 你們就按讚 有廣告就看一下 我就拿一點廣告費 我很大方的講 這是我應得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我先放臉書 臉書是沒有好處 只是跟大家拔甘情 所以我很大方的講 我這個是支持韓國瑜 給老人家一點錢買糖果 很少錢到現在 唉你們都 都我哪裏可以跟搶搶棍啊比啊 我哪裏可以跟什麼清茂兄比 我跟什麼上海 什麼叫上海林小姐 高雄林小姐比 不可能的 但是我還是有 我有著自己的看法 我一直說現在韓國瑜還 我一開始到今天我還是說韓國瑜根本不理這些賢言賢語 這些抹黑他的人其實表面上是傷害他 但是另外一個道理就是 真正人家聽了厭倦的時候 這些中間選民都會繼續的支持韓國瑜 然後現在中間選民看到這個肇事 哇那個肇事真的是人山人海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肇事 有一個網友還很幽默說 哇這個1450看到這樣的肇事都不懂 人數都不懂 不懂要怎麼 都嚇得不懂 要講多少人啊 要酸 到底 寥寥無幾 還是小貓小狗已經多到 嚇到嚇壞了 是不是嚇壞 你們有趣的人都知道啊 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肇事啊 那張大哥也告訴 這些對手啊 你們政策拿得出來 就算你有好的政策 你要有人支持嘛對不對 要有好的政策 要有人支持 因為選舉不是選舉 中華民國總統的選舉 中華民國立委的選舉 市長的選舉 里長的選舉 不是你的政策 你的政策只是給你 讓人家覺得說 我支持你 因為你有好的政策 但是你還要能不能夠推行 但是最終的那一票是 這個人我看你看 我要選你 因為我就是喜歡你 我喜歡你不只是政策 是你的為人各方面 所以他們就一直抹韓國瑜 你越抹我就覺得韓國瑜是 越應該是很強大 韓國瑜就講我強大 我們強大 所以他才抹 就是因為韓國瑜有料 人家才對手才抹 越抹就顯得對手越來 就沒有料完全沒有政策 反而韓國瑜的政策 你看這個張三政 國策顧問團 一樣一樣的慢慢的都推 推行出來 其實我 對不起啊 張大哥講了一點心裡的話 我縱觀看台灣的選舉 很多時候政策反而不能夠得分 很多時候政策 你們說一盤牛肉啊 台灣人其實 台灣人要選總統 就是信任他你明白嗎 你講政策 OK我信任你 我認同你 我就信任你 我就讓你去做總統 但是很多時候 總統做了之後 是否要把政策 落實呢 是否要把政策 貫徹始終呢 這還是一個問號 但是我相信韓國瑜 做了市長之後 他在競選做市長的那個承諾 的確在選了市長之後 他真的在一意的去施行 只是很可惜 他一直被卡 他一直被卡 然後他又被被動的邀請起來 那個林峰鎮也是說 他是被動的 他是不要選的 那個外面 因為他不要選 你又卡他 結果他 真的是破出去了 因為他政策不能夠施行啊 如果他是市長 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 韓國瑜是能夠落實 落實 落實在生活中 落實在 把政策落實在 整個的 運作裡面 很重要啊 而老實講 過去台灣人選總統 我覺得 政策辯論不重要 大家是關心什麼 你們自己想一想 你們 過去的 會影響你的選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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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什麼 哦 中兩粒子彈了 我要同情他了 哦 兩粒子彈了 我要同情他 哦 他好色 哦 他好色 哦 那個吳主席那一次的 哦 我們不要 這個人格很不好 所以人格方面還是 台灣人很注意的 但是韓國瑜就很老老實實說 我過去就是荒唐過 我過去年少輕狂 我過去就是不愛讀書 我過去就是愛 把馬子 但是大家注意一點 一定要注意一點 就是韓國瑜 我希望中間顯明看了我這段影片 你們了解 韓國瑜 願意把他過去 不對不好的事告訴大家 但是他已經重新改過 另外一點 這個人不是沒有 無所事事 他是雙語學校的創辦人 他 就是願意不要做那個 當他做議員的時候 他覺得自己降下去不對了 他就要沉靜 平靜沉靜自己 沉淀自己 然後他積極的學佛 這個是要尊重的 所以韓國瑜是一個 真的在信仰上 在價值理念上 在道德上 都已經是一個願意改過 但是願意重新再來的人 中間選民 我希望你們還要注意一點 看看韓國瑜的家庭 看看加分解 看看韓冰 韓清 韓天 這是不是一個 英文所說的 張大哥講英文的時間 Happy Family 是不是一個 Happy Family 快樂家庭 是的話 表示這一個人 他懂得理 管理他的家庭 經營他的家庭 哪有國哪有什麼 先有國後有家 不懂得 不懂得經營家庭的人 沒有辦法治國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韓國瑜其實是好 所以對手也盡量從這方面來抹黑他 把這個加分解 一下子小三就不懂 現在 趙波羅是小老婆了啊 不是法妻嗎 然後一下子又說他在外面跟人家 食指相扣 不過我覺得佳芬姐倒是 英文講很cute啊 很cute的意思就是他 他真的 其實不是啦 我的意思 他為什麼cute 因為根本就把這些 這些 對他抹黑的這些原論 一笑自知嘛 所以韓國瑜不是講咯 在昨天的肇事裡面說 不要 其實名嘴你們所講的這些東西 不要成為笑病了嗎 國際的笑病耶 真的 為什麼把選民當成是傻瓜 把台灣的選民當成是笨蛋 到現在還在用這個方法 其實也真的沒辦法 他除了這個方法還有什麼 就好像那個桃園的那個市議員 不去管桃園市的事情 每天來抹韓國瑜 大家下一次選舉 可以跟桃園市的選民 可以把他把他delete掉 delete掉刪掉刪掉刪掉 叫他去高雄選選市議員好了 對不對 對我在現場非常的撼動 震撼感動 是我相信你們真的很感動 尤其韓國瑜說 我放馬過來 尤其韓國瑜說 臨北當勒 對不對 尤其韓國瑜說 看 他 好 TNND的時候 尤其韓國瑜說 TNND的時候 張大哥不可以一直講這個 不可以一直講 講了等一下我有被抹黑啊 唉 跟大家招招手 我看到 我也是很熱 因為 我不可以開太多 風扇太大 這個麥克風很敏感 所以我 我昨晚又睡不好 因為我一直很 很糾結 所以我今天結束 我一定要 擔保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沒問題 我真的要很 我今天所講的一切 我一定要能夠下載到YouTube 我要聽聽有聲音 我是很熱 因為 我不可以開太多 風扇太大 這個麥克風很敏感 所以我 我昨晚又睡不好 我的Laptop 在 重複我的話 我一定要 擔保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 我真的要很 唉 我要關掉聲音了啦 有動 有聽到聲音 很好很好 我很開心 好 我再跟 瑞坤 謝謝你 我跟你招手 宣 配什麼 這個讀配還是文 宣文還是宣配 唉唷不好意思 唸錯你們的名字 不要怪我啊 哇這個齊什麼 我真的不會念啊 你很厲害 你的爸爸 給你齊個名字這樣 哇我真的不會念啊 陳齊 Sorry 我不會念你的名字 很複雜 啊 秦智在 秦智 有這樣的名字 好 你爸爸 啊 耀兵啊 看你的名字都知道 不錯的啦 美美 哇你看美美都好 容易念 Mister Lum 謝謝你 知音謝謝你 潘奶奶的 剛才回去了 噓 噓 不是我講的 這個耀兵講的 我 我只是念啊 我沒有 素贞素贞 十羅十尾 蔡英文請勞工 講勞工是他心中最軟的一塊 是咯 講沒有用啊 要去關心啊 要去關我 所以韓國瑜不是說 他一直想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有政權 他們卻這樣咯 所以我直接說 絕對的 權力絕對的傲慢 那我當大哥還是說 我們希望韓國瑜當了總統之後 用人為才要很小心 你不但不可以貪污 你所任用的人 千萬不要貪污 希望你能夠做一個好總統 我先預祝你 成為台灣 2020年的新總統 鄭美金 謝謝你 廖俊勇 謝謝你 春生謝謝你 貴青謝謝你 Aflik Chan謝謝你 辛儒謝謝你 哎哎哎哎哎 等一下等一下不見去 任祥 因為手機很小 我要按 我要跟每個 我按是按一個招手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我身體招手 對不對 辛儒 謝謝你 今天很多人啊 春生謝謝你 安德謝謝你 秀萍謝謝你 哇很感動啊 不不不 我真的有一個網友的名字 真的是叫 應該是原住民喔 對不對 應該是原住民啦 所以我一直以為你是馬來同胞 哦 阿不不悠 不悠阿不 什麼意思啊 大家 不 是名字吧 原住民吧 陳玉峰謝謝你 金章謝謝你 Coco 對我在現場非常震撼感動 謝謝 林菊珍 哇 其實很多人啊 我 哇 施偉老師謝謝你 冥翔再次謝謝你 不要死 等一下我不要按錯 冥翔 寶珠謝謝你 好 都謝了 台灣的寶藏 你們的寶藏 怎麼允許路 是不平的 這塊寶島 怎麼允許地下道裡面都是淤泥 這塊寶島 怎麼允許 地道的那些煤氣 各種氣體的管 是泄露的 是能會產生氣爆的 這塊寶島 怎麼允許 你們的國民的收入不是世界上 數一數二的高薪 高財 這塊寶島 怎麼能夠允許 大家都需要北漂 南漂 路漂 美漂 歐漂 新漂 這塊寶島 怎麼能夠允許沒有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 台灣人 當當張大哥剛才講的這些話 你說你們要選誰 對不對 韓國瑜說要插亮 中華民國的招牌 這塊寶島 這塊寶島 最 響亮的金字招牌是什麼 就是 署名總統韓國瑜 你們是一塊寶島 我們只是師城 寶島大還是師城大 我記得我們的李總理 李顯龍整理 曾經在返唐州 如果我沒有錯 他稱讚台灣 他說你們在海外的那些 台商們所擁有的那些財富 所擁有的那些資本 所擁有的那些智慧 那些財幹 是新加坡人遠遠不及的 為什麼這些人都離開呢 這時候他們要回來 回來投票 回來投票 那韓國瑜昨天有講到送中的事 我非常的感動 是的 不要拿人家的傷痛 來成為自己的政治籌碼 這是我張大哥說的 政治家 政客 政棍 不要玩弄人民受傷 的那些事情 你以為我不關心送中嗎 無論如何你看到那些學生被打 無論如何你看到那些學生 施暴 無論如何你看到那些警察 貪在那裡 好累啊 張大哥曾經也當過警員 他們也是有孩子 有妻子 每天都擔心嘛 現在手中有槍 到現在還要很清楚 他們不可以亂開槍 所以只有子彈跟胡椒水 他們會每天被激怒 被激怒被激怒 但是他們還要克制自己 我現在沒有站在任何一邊 總之暴力就是應該被譴責的 你以為我們 我們看到香港人這樣的情況 我們不難過嗎 你以為張大哥跟香港人沒有感情嗎 張大哥這一生當中 看香港電影 認識香港明星 去香港 理由公幹 我還認識一個香港的網友 他送我一支MOMBRA的筆 我到現在還不捨得用 對我的敬仰 就是要送我那支筆 當我去香港跟她見面喝杯茶的時候 我在我年輕跟我的太太去香港的時候 那個導遊小姐 帶我跟我太太去看香港的小電影 後來她 婚禮還寄請帖給我們 我的親戚裡面 我的堂哥就是香港人 那為什麽我一直不提 因為 現在這個送中的事情已經非常複雜了 那個 那個 層次已經太高了 不是張大哥能夠三言兩語所講 我也不希望 說我站在香港或者站在中國 站在大陸 站在行政長官 站在人民 站在警察 站在學生的立場 那韓國瑜昨天講了一句話 這一句話我非常感動 就是他對送中 他也沒有提什麽 他主要是告訴對手 不要再玩弄這個課題 我聽說那個學運的小頭子不是來了 結果不歡而散 因為台灣人民知道嘛 香港是香港 台灣是台灣 新加坡是新加坡 三個不同的地方 我這樣講 不要說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今日香港明日新加坡 今日新加坡明日香港 今日新加坡明日香港 今日新加坡明日台灣 拜託拜託拜託 笑死人啊我告訴你 尤其是我們新加坡也有一些政客 一直也是在講這些有跟沒有的 說如果你們不要好好以後 你們會像香港一樣 不好好就是你下台咯 重新像台灣一樣政黨輪替咯 威權結束嗎 這是我對新加坡的看法啦 這段幾秒鐘夠了 為什麼好講 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我記得我去澳門的時候 遇到香港人 啊不是 我去這個北投的時候 我去北投 北投後 那個地方是什麽 過那個海 一到一對香港年輕人 他們對香港非常產生很大的絕望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困境 他們有他們的痛苦 那我們作為人性啊 人性啊 不要認為 所以 我有時候看到那些評論 我罵那些警察 有時候又評論 就罵那些學生 罵那個政府 很複雜啦 很複雜 我只能夠說很複雜 我相信有些 本來是要好好的 提出一些 所謂的運動啊 結果看到現在這麽暴力啊 每天晚上 等一下我跟你們 我每天晚上都會去直播看香港的情形 所以 韓國瑜 韓國瑜 謝謝你 你講得很好 好 我在看 謝謝你 看到你了 然後我還看到一個熟悉的 謝謝你 謝謝你 我知道你是誰 謝謝你 我講 好像是我的學生 可以不可以這樣講 好 好繼續講 韓國瑜 在我這一生當中 看過許多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韓國瑜 是讓我覺得真的很 很有feel的一個人 如果我要 就是說 從他的人性 從他的格局 從他的 能力 我可以看得到 台灣的希望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真的要努力 我作為國民黨 後代後裔的後代的後裔 的後代的後裔 我希望台灣好 如果 綠軍做得好 我也稱讚 坦白講 當年威權時代的時候 我是站在 這個野百合 學運時代的那些人的 身 的立場 但是今天呢 給了政權 給了一雀 哪裡受得了 把那些受害家屬的 善款拿來這樣的玩 是不是 我當然舉這個大家就明白了 這是人性 我一直講這個是人性 這是 不管你是誰 你啦 對嗎 所以我想 公道自在人心 人民心中都有一把扯 所以我說韓國瑜這個選舉 這樣一直走下去的話 接下來就是 拉開那個距離 你一拉開距離 你管他什麼王 王金平 什麼郭台銘 什麼柯二批 什麼都不擔心的 什麼宋楚瑜 跟本節目拋在後面 連對手也拋在後面 就像六都選舉一樣 就像他總統初選一樣 贏第二都已經贏到 所以這場選舉到最後 四棒交到 Final那個棒的那個選手 就是一馬 衝到 終點 距離第二位的 最少要有五十米啊 從韓國瑜的造勢晚會 昨天的造勢晚會 就是這樣的一個答案 我一而再再而三說 昨天的造勢三十五萬好不好 給你鐵粉十萬好不好 二十五萬就是在地跟附近的 就是北部的人 下一場在台中 又是十萬好不好 鐵粉 然後到時可能三十萬四十萬 又是幾十萬台中附近的人 到了台南又是給你鐵粉 增加到十五萬好不好 因為台南的血粉 南部的鐵粉更多嘛 給你四萬二十萬 到時可能四十萬五十萬 就是擔心有沒有這樣的場地罷了 到時四五十萬的時候 就是在地附近的就是三四十萬 所以你扣除北中南還有東 都是同樣的道理 每一次這些韓粉都出現 你看到強強棍 你看到新能哥 你看到什麼東北大哥 你看到很多那些 穿著韓軍衣服的人 就是給你有十萬好不好 十五萬好不好 二十萬好不好 但是每一次的選舉都有周遭的人 都是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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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北中南東 還有沒有西我不知道 超市會 超市晚會 加起來 百多萬 百多萬 你還怕不贏嗎 你們的選舉有多少人 兩百多萬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韓國一天兩百多萬 你們拿了一百多萬票 就是七十八千 七成的票嘛 怎麼可能沒有贏 怎麼可能不會贏 所以造勢就是 看得出就是民調 所以對網友講的造勢就是民調 民調就是造勢看得出來 張大哥都一而再而三的講 你在家裡聽電話的民調不一定準 但是你能夠看到你這個人 走到那個造勢會 願意待在幾個小時 願意跟人家人幾人 願意掏腰包去到那裡 跟你挺 到時難道不會願意把那個票 走到附近的投票站投下去嗎 所以造勢是民調最最強的保證 那現在就要看對手咯 這些對手什麼王金平也好 郭台銘也好 蔡依文也好 賴神也好 你們的造勢會有人嗎 安吶 安吶 當然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奧伯太厲害 還有什麼奧伯你不知道 大家還記得 宋楚瑜的新票案嗎 哇那個時候已經有人寫了 帕蔡依文選權出奧伯 不過我告訴你 這個又要 張大哥又要講了 宋楚瑜跟連贈那時候的 新票案對不對 是連贈嗎 宋楚瑜跟連贈對不對 假如我沒有錯的話 那個新票案就是選前 結果很糟糕 因為那時候 算又不懂怎麼算 講話又底地歹歹歹這樣 不講好過講 人民就一直相信 所以台灣人就是 你們啊我不明白啊 但是因為我告訴你 選前的奧伯有一個先決的 條件就是 選情咬得很緊 提子咬得很緊 那個奧伯出來的時候才有效 對不對 如果已經搖搖領先 什麼 什麼奧伯 穩穩吃米粉啊 睡覺吧 睡醒了就去投票嘛 倒不怕 選前的奧伯 如果你問我張大哥怕什麼 怕選舉局啊 的奧伯 那個就有點緊張啊 好像馬來西亞的選舉 他們說哇 突然在算票的時候 那個燈會關掉 或者是投票箱 因為別的國家 台灣也是非常讚啊 你們選舉次次喔 票投下去 唱票直接寫 一票用一個證啊 中證的證 寫證來代表多少票數 然後大家可以在旁邊看 很自由的 所以基本上好像 做票的可能都不沒有 但是外國像我們新加坡 也被人家質疑過 馬來西亞更厲害咯 哇那些投票箱 要被escort escort的意思就是要被 保送 保衛 escort 被送到那個 算票的中心 從各個投票站 去到那個算票的中心 過程當中就有人講 哇會把票箱 吊包啦 這些 所以 很多的一個被人家質疑的地方 那台灣 基本上不會 但是你說不會 我是覺得上一次的 這個台北的選舉 但真的是對國民黨 是有一點不公平 哪有人這邊還在排隊的時候 那邊 那個候選人說我已經不要了 這個七寶做這種七寶嘛 對不對 你說七寶 票就全部給 這個姓白的 叫做柯P 所以他的票就贏那麼一點點 而且那個選舉拖了太久 因為要投公投 又要投 投這個市長 要投市議員 就是 所以這個是不是奧博啦 但我不可以說 因為你們現在法律程序 不算奧博啦 就當 所以這種東西造成的 所謂的奧博是很痛苦的 張大哥反而擔心 我不相信那種兩個子彈啊 走路攻這些事情 我認為韓國瑜 他是很小心的 他敢講放馬過來 他絕對有把握的 他絕對有把握 那我們當然也不要掉以輕心啦 所以選民你們 網民你們這樣講 我也認為 無可厚非啦 無可厚非 的確有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Elly Chin 謝謝你 蘇珠謝謝你 Coco你擔心 不用擔心 但是你的擔心 我還是要尊重 是 大家還是要防一下 因為對手 如果沒有政策 抹到最後抹不來的話 可能就有奧博啦 不過台灣的民主 如果走到這樣的話 真的是很悲哀 記住張大哥的這張地圖說 台灣是保障 保護你們的保障 你們一個非常大的保障 就是剛才台灣所講的 不是台灣 張大哥所講的 人才 人才幾幾 啊 本來開音樂我都沒有開了 你看 啊 讓大大哥看一下 哈 謝謝大家讓我喘一口氣 我講到現在 已經講了一小時了 是應該結束了 謝謝大家 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一百三十 三十三位按讚 三十七位榴槤 七次的分享 其實你們少分享 我也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下載到YouTube 然後YouTube 就是我 就是張大哥 收成的時候 我現在努力的灌溉 努力的栽種 下載到YouTube 成為一個影片 就是收成的時候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今天 終歸大家要記住 韓國瑜 總統候選人 告訴大家的 要比較浪漫一點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的四個 四大的 其實包括張大哥 也認為這是這樣 全力捍衛中華民國 熱愛中華文化 堅持自由民主 世上苦人多 我們要清明苦民 這是我最後加的 韓國瑜做到了 韓國瑜願意 秉持這個信念 帶領台灣人 走向未來的灿爛 未來的光明 你們願意嗎 我一直重複這個地圖 台灣這個寶藏 最珍貴的就是自由民主的選舉 最珍貴的就是你們台灣人 善良熱情 希望你們都是能夠行公義好憐你 希望你們都有 辨別是非 希望你們都是一群 偉大的中華兒女 晚安 晚安 有壓力 我現在要收這個影片 我都有壓力 但大家要收這個影片 請給我 請給我